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 陈陪德牧师 同你游走书海 想你爱上阅读 迈向成熟 过去两年 打开每一期的 《时代论坛》内页 在第四页或者第六页 的下方 总会看到一个专栏 叫做《人生足任》 每一次都吸引着 我的目光去阅读 专栏大约是 每个月四至五期 就合成一个单元 每一位 我自己认识的 或者不认识的朋友 来都去讲述 他自己成长的人生足任 如今第一本的人生足任 尊栏的文章结集出版了 总共收录了十个尊栏里的故事人物 分享他们自己 书名叫做《那些年我走过的路》 书名是有一些的跟风 但是内容又真是确实 就是《那些年我走过的路》 第一本里面十位 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基督徒 记下了 他们的人生旅程当中 一些重要的成长经历 如何来影响他们对信仰的追尘 如何重新来注下了对生命的看法 这些经历 不单单是让他们 来跨过成长的苦劫 也都让他们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 给予他们力量 勇气 继续在人生的旅程上高 来到去辞情 不管是艰辛或者是平坦 喜乐或者是哀愁 出现在第一本的《那些年我走过的路》 里面的人物 包括胡彦青 《司徒永父》 《蔡桂球》 《徐玉庆》 《杜远霞》 《陈念聪》 《余德纯》 《康玉庭》 《马振梅》 和《任志强》 你认不认识他们呢? 书里面除了有作者的分享文章之外 亦都附有他们几章的成长照片 让读者除了文字去感受之外 更加可以亲眼来到去看他们成长的过程 成为基督徒 不是叫我们生活在孤独上高 或者在修道远当中 走过人生足人之后 就大说我们在这里真是好 基督徒是一个群体 亦都是一个有信仰的群体 因此我们读下其他人的故事 想下我们自己 又想下世 可以叫我们更加有力量 来到去奔走登迎人生 这一本是一本好读的书 亦都是一本好玩的书 鼓励你亦都来到去找这一本书来到世读 值得一提就是这本书的庄征 废了很多心思和花巧 颇堪闻味 不过不好处可能就很容易弄髒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